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玄境是揭秘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短命过程 敬请关注蒋武堂即将播出张亚生副教授讲述 星球大战幕后的生死节 张亚生装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航天装备 出版专业著作五部 发表论文自始于篇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 三等奖四项 通过军队玉才银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进入讲武堂 1983年3月23日 当时的美国总统李根 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他以非常自信的表情 极富感染力的语气 发表了一个令美国乃至世界 震惊的电视演说 那么李根总统到底说了什么呢 其实李根总统的这篇演讲 只想告诉人们 在不久的将来 美国将采取一种先进的防御性措施 来对付苏联恐怖的导弹 那么李根总统所说的防御措施 究竟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防御性措施 会引起世人如此的关注呢 这个防御措施的官方名称 叫战略防御倡议 简称为SDI 但是大家可能对他的另一个名字 更加熟悉 就是星球大战计划 简单的说 星球大战计划 就是要利用各种手段 拦截来袭的战略和导弹 使对手的核武器失去作用 同时攻击敌方部署在空间的卫星 以配合自己的进攻性武器 来打击对手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计划 才能够具有如此的威力呢 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攻防兼备的星球大战计划 1980年 就在李根为竞选总统而四处奔波时 他的竞选班子里 有一位现代战略家 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战略 叫做高边疆战略 而这个人就是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局长 李根竞选班子中的国防顾问 丹尼尔·格雷厄姆将军 后来在李根入主白宫以后 格雷厄姆将军组建了 由30多位著名科学家 经济学家 空间工程师和军事战略家 组成的高边疆研究小组 这个研究小组经过七个多月的研究 于1982年3月3日 正式提交了一份 名为高边疆的研究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 明确地提出了 美国开拓和利用宇宙空间的总体构想 系统描述了 关于美国未来在军事 经济 科学等方面 综合开发和利用宇宙空间的总战略 这就是高边疆战略 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 就是要实现太空防御和太空工业化 报告中还指出 高边疆战略将是关系美国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是美国能否在21世纪继续保持大主地位的关键 高边疆战略得到了里根总统的认同和大力的支持 1982年7月 里根总统颁布指令 规定了美国空间活动的主要方针 并明确了美国太空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是建立太空防御系统 1982年9月1日 美国建立了航天司令部 按照美国人的说法 是为在空间向苏联挑战 奠定了组织基础 于是1983年3月23日 里根总统发表了著名的星球大战演说 同年6月成立了由富莱切领导的防务技术研究小组 以及霍夫曼领导的未来安全战略研究小组 并由他们对星球大战计划 在政治上 外交上 以及技术上的可行性 及其后果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 1984年1月6日 美国总统里根根据上述两个小组提交的研究报告 签署了第119号国家安全指令 命令有关当局迅速着手研究激光武器 离子式武器等空间武器 为摧毁可能对美国袭击的洲际弹道导弹 做好准备 20天后 里根总统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问中 正式把开拓高边疆列入国家战略目标 并决定建造一个永久性的 有人职守的空间站 这就相当于美国要在空间驻军 这标志着美国开始全面贯彻高边疆战略 1984年3月21日 美国白宫决定由宇航员詹姆斯亚伯拉罕森将军 负责星球大战计划 4月美国组建战略防御计划局 并任命詹姆斯为局长 从1985年起 美国开始每年为星球大战计划 投入2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 自此星球大战计划全面展开 按计划预算 星球大战工程将耗资近万亿美元 耗时25年左右的时间 开拓高边疆战略被列入美国国家战略目标 美国将耗巨资打造自己的星球之梦 大家知道高风险高收益 那么美国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 冒着极大的风险 所追求的星球大战计划 到底是什么呢 或者说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星球大战计划 其实星球大战计划 就是一个攻防兼备的太空盾牌 也就是说它既有矛又有盾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星球大战计划的盾是什么 有多么坚固 前面有说过星球大战计划的正式名称叫战略防御倡议 那么按照字面的意思 我们不难理解战略防御是个目的 而要能够配上战略这个词 其防御的目标就必须是那些 能够飞行八千到一万公里 从地球的另一端打向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 所以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的第一个主要内容 就是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 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 就是要在大气层内外建立一个多层的防御体系 以便在来袭导弹飞行的不同阶段对其进行多次拦截 那么对于洲际弹道导弹而言 哪儿才是显要之处呢 这就先要说说洲际弹道导弹飞行的必经之路了 为了让大家更加容易理解弹道导弹的飞行弹道 我做了一个动画大家可以看一下 通常导弹的飞行过程分为发射段 中间飞行段以及再入命中目标段三个部分 于是美国就分别在发射飞行和再入三个阶段 各设置了一道封锁线 另外呢 它为了加强拦截效果 又在中间比较长的飞行段的前半段 加设了一道封锁线 从而就构成了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四层防御网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道封锁线 这道封锁线又被称为助推断防御程 在这一阶段 来袭导弹的动力系统 也就是它的助推器 还一直在点火工作 不断地给导弹加速 直至将导弹送出大气层 导弹在助推断的飞行时间 一般要持续三到五分钟 在这期间 助推器会从其尾部释放出大量的炙热气体 我们又称其为导弹等的尾焰 这个尾焰在整个助推断都会存在 并且会发出刺眼的光芒 那些部署在空间的神秘的导弹预警卫星 就是通过探测这些光来发现导弹的 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刺眼的尾焰仅仅存在几分钟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助推断防御系统 不仅要发现来袭导弹 还要识别出导弹的类型 并发出拦截指令 而拦截武器呢 还要以迅雷不及银耳的速度 迅速摧毁来袭导弹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那么就有人会说了 既然那么难 就不再助推断射防了吗 反正后面还有三道封锁线呢 当然可以 但是美国之所以明知不意为而为之 主要是因为这一阶段的防御太重要了 因为洲际弹道导弹 为了突破对手的防御网 一般会在助推断结束以后 释放出若干个物体来凝获对手 这些物体包括针弹头 甲弹头 还有数以百计的幼儿 这将给后面的防御阶段 增加极大的困难 打个比方 就像一个大石头 飞着飞着 突然变成一群小石头 向你砸过来 而在这些小石头中呢 有的包含着钢珠 而有的却是空心的 但是从外表上又区分不堪 那么你就很难判断 到底要躲避哪一块石头 因此我们通常认为 如果能够在助推断 摧毁一枚导弹 就相当于在以后的防御阶段 摧毁了数个弹头 和数以百计的幼儿 消费比显然是非常高的 其实还有一些原因 是美国对助推断防御 情有独钟 但是助推断防御的难度 实在是太大 一般只有部署在空间的武器 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美国不得不考虑 如果没能防住 怎么办的问题 因此就有了后株推断防御层 也叫做末株推断防御层 这也是洲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 第二道封锁线 当洲际弹道导弹 飞到末主推断时 通常已经距离地面 200到400公里了 此时 洲际弹道导弹的母舱 将释放出多个子弹头 甲目标 以及幼儿等突防装置 但是由于这个释放过程 一般需要大约6到10分钟的时间 并且在这个期间 这些弹头和幼儿 在空间上还没有完全散开 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一阶段 很好的实施拦截 也能取得比较好的拦截效果 在这个防御阶段 美国计划用地基的激光武器 或者是海基的激光武器 来拦截这些 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的弹头 理想的话 拦截概率可以达到90% 第三道封锁线 又称为中段防御层 就是要对前面两层漏网的弹头 进行拦截 并且是在他们载入大气层以前 完成拦截 在这一阶段 来袭导弹的母舱 已经释放完了子弹头和幼儿 而这些真假弹头呢 都会沿着弹道飞行 约10到15分钟的时间 弹道的最高点 能够达到地表以上 1000到1300公里 虽然来袭导弹 在中段的飞行距离比较大 飞行时间也比较长 给拦截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条件 但是由于这期间 目标数量太多 又真假混杂 很难从中找到真目标 并迅速将其吹 在星球大战计划中 考虑采用电磁轨道炮 或者是地基机关武器 来进行拦截 按照要求 命中概率也要达到90% 第四道封锁线 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 叫做末端防御城 这个防御城 主要是对那些 重返大气层以后的弹头 进行拦截 此时呢 弹头距离地面 仅剩100公里左右了 并且以每秒数公里的速度 载入大气层 距离命中目标仅剩下 二到三分钟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 大气层可以帮忙 过滤掉许多诱饵 所以可以用地基动能武器 和离子素武器 来摧毁这些最后的漏网之鱼 命中概率也要达到90%以上 如果能够像星球大战计划 所设想的那样 每一道封锁线 都能够消灭一部分目标 那么四道封锁线拦截下来 能够最终突防的弹头数量 将不到十万分之一 如此一来 美国算是被装进了保险箱 再也不用担心 在核大战中 与对手同归于近来 这就是星球大战计划的防御系统 也就是它所谓的盾 那么星球大战计划的锚又如何呢 说完了星球大战的盾 我们再来说说它的锚 大家都知道 盾是用来保护自己的 而锚呢 是用来进攻的 那么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中的锚 到底是什么呢 它与其他进攻性武器相比 比如说枪炮 又有什么不同呢 其威力会像原子弹一样吗 其实星球大战计划中的锚的杀伤力 远不如核武器那么厉害 甚至连大炮的威力都不如 但是打蛇要打七寸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 你会用大炮去打蛇的七寸吗 当然不会 只要是能打到蛇的七寸 哪怕是一根细小的木棍 也是有益的武器 关键在于打哪 那么美国心目中对手的七寸在哪呢 早在20世纪80年代 美国就已经看出卫星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 经济 军事的重要性 尤其是要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 没有空间信息优势是万万不能的 而又想获得这些信息优势 必须依靠大量运行在空间的侦察卫星 预警卫星 通信卫星 导航卫星等等 这些卫星就相当于信息化战争的七寸 所以美国人就想 如果他的星球大战计划的矛 能够打掉对手的卫星 从而使对手在看不见 听不到连不上的状态下与美国对抗 那么他打赢的机会不就大大增加了吗 当然如果能使对手惧怕这种反卫星武器 甚至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绝佳境界 所以反卫星就理所应当的成为 星球大战计划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矛 而这个矛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摧毁对手部署在空间的卫星 如此一来堪称天衣无缝的星球大战计划就出炉了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1983年当时的里根总统最后拍板 为星球大战计划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那么美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实现这张红尾蓝图呢 大家知道 无论是星球大战计划的矛 还是星球大战计划的盾 其实都是一些武器系统 那么什么样的武器才能够摧毁飞行速度极快 距离有那么远的洲际弹道导弹 或者是卫星呢 在古代的神话中 我们看到过很多具有魔力的武器 随手一指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光速 或者是一阵猛烈的旋风将敌人消灭 太空战就需要这种武器 于是在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中 一类全新概念的武器出现了 这就叫速流武器 在星球大战计划中 要研制的速流武器 主要有高能激光武器 离子速武器和高功率微波武器等等 它们与手枪大炮等等 抛射型的武器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用来攻击敌人的战斗部 也就是弹头 不是被抛射出去的子弹或者是炸弹 通过碰撞和爆炸来摧毁目标 而就像射出去的高压水柱一样 以强大的能量速射向目标并摧毁目标 并且它们的射速极快 可以达到或接近光速 其实美国对于速流武器的研制 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 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些速流武器的厉害之处 首先我们说说激光武器 我国古代传说中就有用光杀人的记载 风神演义中的哼哈二将 也可以从鼻子中喷出光来杀人 在许多科学幻想中也早有魔光 死光等等说法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都是幻想或者是传说 直到2010年7月19日 美国雷神公司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上 播放了一段简短的黑白视频以后 我们才惊讶地意识到 幻想变成了现实 那么这到底是一段什么样的视频呢 从视频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一架无人机首先在空中掠过 几秒钟以后 它突然变成一团火球 随后坠入海中 乍看上去 这很像闪烁或电影中 外星飞碟击落人类飞机的诡异场面 但事实上这并非幻想 而是一次真实的实验 雷神公司称 这段视频是2010年5月份在太平洋上空进行的一次 利用激光击落无人把击飞行实验的一部分 美国雷神公司展示这种最新激光防空武器系统 吸引了全世界的视线 其实激光武器就是利用沿一定方向发射的激光束 来攻击目标的武器 它属于一种定向能武器 用激光作为武器有很多独特的优点 首先就是它射出的所谓子弹 可以用光速飞行 也就是说每秒30万公里 任何武器都没有这么高的速度 所以说它一旦瞄准目标 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 就能立刻击准目标 达到直脑打脑最高级阶 另外激光束的能量非常集中 它可以在极小的面积上 在极短的时间里集中超过核武器100万倍能量 我举一个例子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认为太阳是非常亮的 一般我们都不能用眼镜直接去看太阳 以防刺伤我们的眼睛 但是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发出的激光 却要比太阳还要亮200亿倍 显然激光束的能量不可能比太阳大 那么为什么激光束会那么亮呢 这就是由于激光束的能量非常集中造成的 这种红宝石激光器发出的激光束 能够穿透一张三厘米厚的钢板 但是它总的能量还不足以煮熟一个鸡蛋 除了这些无可比拟的特点之外 激光束还能够灵活的改变射击方向 并且没有任何的放射性污染 这和惊天动地的核武器相比 完全就是两种风格 2005年星战系列电影《西斯的复仇》中 欧比旺和阿纳金两人 分别亮出红蓝两色光剑激烈格斗 这其实就是激光武器战斗的场景 只是他们用的是低能量的激光 而星球大战计划中提出的 则是能量更高的激光武器 所以我们又通常将其称为高能激光武器 或者叫强激光武器 美国要求高能激光器的平均功力 至少为两万瓦 或者是脉冲能量达到三万角以上 强激光武器是搞激光束 直接击中目标并停留一定时间 从而对目标造成破坏 所以对瞄准跟踪的速度和精度要求都很高 它不仅仅可以用于在助推的拦截导弹 也可以用来打卫星 这种激光武器既可以部署在地面 也可以部署在空间 但是由于激光在穿越大气层的时候 能量会衰减很多 这就大大影响到激光对目标的毁伤能力 所以将激光武器部署在大气层以外的空间轨道上 既能最大程度的保存能量 又能居高临下打击目标 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将激光武器搬到空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直到目前为止 美国还没有能实现这个梦想 自从20世纪60年代激光技术出现以来 其无可比拟的特点立刻引起了军方的注意 无论是在星球大战计划提出以前 还是在该计划终止以后 美国对激光武器的研制从未停止过 在这方面 美国又有哪些成功的例子呢 美国人梦想的太空撒手锏 又是些什么样的武器呢 例如1976年 美军用LTVP7型坦克装载了100千瓦的激光炮 击落了两架无人驾驶把机 1978年 用浮化刀化鞋激光器 击落了陶式反坦克导弹 1979年 用激光照射模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助推器 使之变形破裂 1983年5月 用激载的二氧化碳激光器击落了五枚响尾蛇导弹 9月又击落了三架模拟攻击军舰的巡航导弹的低空飞行把机 1989年 用中红外高能化学激光器 第一次成功的拦截了一枚快速低飞的巡航导弹等等 就在去年 也就是2011年 美国还成功进行了两次激载激光反导的实验 第二种塑溜武器是离子素武器 它是以电子 直子 或者是中子等为基本粒子为弹丸 首先利用电磁场把这些粒子弹丸加速到接近光速 然后再靠磁场的作用 将它们汇集成密集的高能粒子素流 并设向目标以巨大的动能来摧毁目标 这些离子素在击中目标的瞬间 可以产生8000摄氏度的高温 不仅可以使目标表面迅速破裂和气化 而且还会在目标的附近形成附加的电厂和大电流脉冲 在瞬间就会将目标内部的电子器件击穿 离子素武器可以用来攻击卫星或者拦截来袭的弹导导弹 即使不能直接破坏弹头 离子素产生的强大电磁场也会把导弹的电子设备烧毁 或者是利用在目标周围产生的γ射线和x射线 使目标的电子设备失效 离子素武器的速度也是接近光速 所以具有以激光武器同样的优点 可以随时射击目标 也能灵活的调整射击方向 又可以同时拦截多批多个目标 只要你能提供充足的能源 它就可以连续战斗 此外离子素武器还不受气象条件的限制 在未来战争中 它既是称职的卫士又是超级杀手 作为天机武器 它比激光武器会更有前途 按离子是否带电 可以将离子素武器分为带电离子素武器和中性离子素武器 通常带电离子素武器的重计率比较短 只能在大气层内使用 而中性离子素由于不能在大气层中传播 所以中性离子素武器只能在大气层外使用 星球大战计划中的离子素武器 主要就是这些部署在空间的中性离子素武器 但是中性离子素武器在研制过程中也遇到了两个问题 一 离子素在摄像目标的过程中会扩散 这就像手电筒照出的光一样 照得越远 光散开的去越大 照得也不太清楚了 为了确保离子素经过远距离的传播以后 还能够用足够的能量来毁伤目标 必须降低离子素的扩散度 二 就是由于中性离子素武器通常都装在卫星上 部署在空间 而每个离子素武器又重达60吨 在星球大战计划中 美国计划在距离地球几百公里的轨道上 部署10到40个离子素武器 可以想见 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搬运工程 第三种素流武器是高功率微波武器 又叫射频武器或电磁脉冲武器 它与前几种武器不大一样 微波武器是通过在目标市中 产生一种高强度的浮射场 利用这种浮射场 不仅可以产生致命的电压和电流 从而破坏目标内部的敏感电子线路 还能够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微波炉大家都用过 大家都知道 手机是不能放在微波炉边上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使用微波炉的时候 会对手机的信号产生影响 同时我们还知道 在使用微波炉的时候 人最好离开 尤其是孕妇 因为微波炉的辐射会伤害到肚子里的宝宝 所以说 微波武器是一种对作战装备和作战人员 都具有杀伤力的新式武器 与激光武器和粒子素武器相比 重距离更远 受气候的影响更小 并且微波武器的波数比较宽 只要大致指向目标 将目标照在它的波数范围内 目标就难逃它的天罗地网了 1987年 美国国防部就把高功率微波武器列为五大关键技术之一 美国现已在新墨西哥州的菲利普实验室建立了高能研究与技术设备中心 专门开发研究高功率微波发声器技术 也就是产生高功率微波的技术 其实目前美国已经有微波武器了 并且初步具备了作战能力 例如美军就有一种代号叫ADS的微波武器 它甚至被用于维护社会秩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用低能量的微波造射一个区域的时候 会使得这个区域里的人群就会感到很烦躁 甚至坐立不安 但是呢 只要这区域的人走出这个被造射的区域 那就会立刻恢复正常 这样就能成功的驱散集会的人群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了 这只是低功率的微波武器 如果加大发射功率 那么伤害将是不可恢复的 那将是多么可怕的灾难 微波武器还是隐形飞机的可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隐形飞机之所以能够隐形 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机身上涂了一种特殊的涂料 这种涂料能够大量吸收造射到它身上的雷达波 由于反射回去的雷达波太少了 对方才无法发现它 然而这也正是隐形飞机的致命弱点 因为就在隐形飞机大量吸收雷达波的同时 也会大量吸收微波 而过量吸收微波能量会产生高温 轻则会因瞬间加热而失去控制 重则整架飞机都会被烧掉 从而制造杀身之祸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了激光武器 粒子树武器和微波武器 它们都是将能量汇聚成一束波数 照向目标来进行杀伤的 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快 射程远 颈度高 堪称亚瑟网之界 那么除了这些神奇的树流武器之外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中 还有没有其他的杀手锏武器呢 这就是我们下面将要介绍的动能武器 又称为上帝之棒 说到动能武器的厉害之处 还要从1987年的一场飞机事故说起 1987年9月27日 美国一架B1型轰炸机突然坠机 6名机组人员 3人遇难 令人惊讶的是 击落这架飞机的竟是一只大鸟 一只重6.8公斤的白蹄壶 竟然撞落了几十吨重的轰炸机 其实小鸟撞毁飞机的怪事 以前也时有发生 这给科学家也很大的歧视 既然只有飞机千分之一重的小鸟可以撞落飞机 那么是否可以利用质量非常小的武器来击落飞行中的导弹呢 于是星球大战计划中的另外一种新式武器 动能武器就应运而生了 实际上动能武器就是一种利用高速运动的弹头 通过直接与目标发生碰撞来摧毁目标的武器 例如海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爱国者动能拦截弹 电影《变形金刚2》中威力无比的电子轨道炮 和美国2009年用来打下自己的失效卫星的标准三拦截弹 等等 它们都是动能武器家族中的一员 动能武器一般分为两大类 一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动能拦截弹 或者叫动能拦截器 另外一类就叫电磁轨道炮 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它们各自的特点 动能拦截弹其实就是一种导弹 只是它不是靠引爆炸药来炸毁目标的 而是利用它自己与目标发生碰撞来摧毁目标 动能拦截弹既可以用于拦截飞行中的导弹 也可以用于拦截飞行中的卫星 拦截高度可以从距离地球表面十几公里 到距离地球表面几百公里 碰撞时拦截弹的飞行速度可以高达每秒五到九公里 由于动能拦截弹的弹头不需要装引信炸药这些东西 所以它可以做得比较小 这样有些动能拦截弹就可以同时携带几十个弹头 同时摧毁多个目标 然而电磁轨道炮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少一些 它是靠电磁力沿导轨发射弹头的动能武器 有点像古代打仗时用的弓箭 只是箭被射出去的力量来源于被拉开的弓 而电磁轨道炮靠的是两根平行的导轨 被通电以后产生了一种电磁力 叫做落伦之力 电磁轨道炮与普通的火炮或其他的动能武器相比 具有很多独特的优势 一是它发射出去的弹头飞行速度非常快 用于摧毁目标的动能也就更大 而且可以飞得很远打得很准 二呢就是电磁轨道炮发射的时候 炮口没有烟雾 也没有震耳欲聋的炮声 还不产生有害的气体 射击隐蔽性比较好 对方很难发现 三呢是电磁轨道炮的射程是可调的 只需要控制输入导轨加速器的能量就可以了 简单一行控制精度还很高 但是持有所短寸有所长 电磁轨道炮也存在着炮管使用寿命短 轨道部件亦损坏 体积庞大等等不足 其实不管是动能武器还是数流武器都可以反倒反卫星 还不用担心会像核爆炸那样带来巨大的危害 但是从技术难度和成本上来说 动能武器要比数流武器成熟一些 费用也比较低 所以在星球大战计划中 虽然美国设计了这两种主打武器 可是实际上美国更侧重对动能武器的研制 并逐年增加精坠 使动能武器的研究与试验逐渐接近于使用 在这方面 美国又有怎样成功的例子呢 众所周知的智能卵石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实智能卵石计划并不是在星球大战计划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的 这其中也有着许多无奈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星球大战计划投入太大而产出太慢了 星球大战计划开始时 预计要耗资近万亿美元 耗时也需要二十多年的时间 这一直都是反对者的主要攻击要害 而且在该计划的实施过程中 还发现困难要远比最初设想的多得多 再加上美国国会不断减少投入 使得白宫不得不寻求一种教义实现 成本有比较低的折中计划 于是1989年2月9日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局局长亚伯拉汉森将军 在离职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智能卵石方案 由于一套智能卵石的费用 仅是星球大战计划第一阶段所需费用的三分之一 并且系统的研制和部署时间都非常短 只有两到三年 因此在当时新任总统布什的支持下 智能卵石计划很快就开始实施了 其实智能卵石就是一种灵巧的动能拦截弹 它有两大特点 一个是它被部署在天上 二是它是一种全自动的武器 而这两个特点 一个保证了智能卵石拦截弹 站得高 看得远 只要敌方的导弹一露出云层就会被发现 而另一个特点 使得地面只要向它下达一个指令就不用管了 它会见机行事 独立完成拦截任务 就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些可以追着目标打的导弹一样 一旦瞄准目标按下发射按钮 不管目标怎么躲避都逃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 这种方案比原计划要经济可行 技术上也容易实现 因此美国曾计划以二十世纪末的时候 在空间轨道上部署十万枚智能卵石 不管是锋利的亚瑟王之剑 还是威力无比的上帝之棒 美国耗资巨大的星球大战计划 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 似乎天衣无缝 难道星球大战计划真的像美国人所吹嘘的那样 万无一失无懈可击吗 既然这么好 为什么1993年5月13日 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要宣布终止星球大战计划呢 我们将在下一讲星球大战的终结中 与大家一起来探讨星球大战计划的终结之谜 谢谢大家 核武器的巨大威胁 洲际弹道导弹横空出世 潜负去保摧毁的核战略 不尽人意的反导系统 高边疆的战略如何为星球大战计划拉开序幕 星球大战计划如何被终结 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格局有着怎样的影响 旋情是揭秘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短命过程 敬请关注检武堂下期播出张亚申副教授讲述 星球大战 幕后的世界